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GORES Time Piece GDC4的小刚 今天非常的兴奋 相信小伙伴也非常的期待这个 因为看表体也知道 所以真的是小刚建议小伙伴们 如果你想买劳力士这种运动型的款式 真的是要把这个影片看完 你会学到很多 我小刚会分享个人的经验 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小刚如何可以买到这种 这一个怎么说 以原厂的售价、原厂的定价 不是炒价 可以买到这个劳力士这种运动型的款式 甚至是它原厂的定价是多少钱 什么价格 然后它2020年全新有什么改变 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非常的简单 那你看到这个一进来 那它纸和的分别 那如果你没有买过劳力士的话 其实你不太看得出 但是如果你有买过劳力士 你会看得到 其实它的这个盒子的部分 它是做好像有点怪 对 因为它尺寸是放大了 所以它是比较大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等一下你看就知道了 那所以它基本上之前都和之前一样 这边有非常精美的这个logo 这个皇冠在这边 都是用的这个奶白色 不是青色的 大家不要误会 那开了之后 这边就是看到分别了 之前你要把这个里面的盒子拿出来 你需要往外 就是360度你要翻 要倒出来这样子 那现在不用了 你基本上前面可以掀开来的 我自己 当我收到的时候觉得 还蛮有那一种 给你觉得它 反而是让我觉得高级了 有那种感觉 那基本上你看的这个表 它基本上颜色都一样 所以这个它非常的好 因为你可以往外 就是这样子 基本上你就不用 非常的 非常的精美 做到 那小刚可以分享的经验 就是说呢 就算是盒子都好 小刚个人觉得 劳力士的盒子 是小刚拥有过那么多盒子 甚至小刚手上这一只 这一个纵横四海 僵尸单顿 X1 Constantine 这一个 它的表和 甚至是很多 很名贵的一些名表 它的表和久了之后 都会氧化 氧化之后 它都会 自己会烂掉 那这个反而劳力士 它的那个材质 因为它是用了这种 稍微比较硬的材质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不用太去照顾的话 它都不会 你放了好多年 哪怕是十年之后 都不会说会坏掉 这样子 而且都是一样 跟新的一样 所以这个也是我喜欢 劳力士的盒装 这个盒子的一个特点 那进到里面 你看到这边它尺寸大了 所以这边还是一样 跟之前都是一样 有一个暗格的 那一种质感 是非常的优质 可以小刚这样说 那个绒布的 那一种短毛绒的 那一种感觉 非常的漂亮 金色的logo 绿色的rolex 这个字样在那边 然后里面 也是一样有暗格的 这个暗格的手感 是非常的优 非常的好 所以你打开之后 你可以把你所有的收据 或是一些等等的 一些 你想要放在这边的 一些资料 或是一些手册 通通都往这边放 这个暗格在这边 所以我们现在 一一来看一下 有什么东西 第一本我们要看的 就是这个 它会有附上一本 基本上我们说 全套旗的话 一般上你就会看到 有这个 Oyster Perpetual Explorer 这个就是关于 这一本表的 一些使用的手册 这个Oyster Perpetual 再来 就是小刚刚有提到的 大家都也非常期待 那到底 马来西亚的售价 的定价 就是不是说炒价 是多少钱呢 这一支表呢 我们现在一一来看一下 那其实这一支表 售价是 大家看到吗 24,590 24,590 你看到这个214,270 在这一边 这个就是它原厂的 这个售价 也不是炒价 这个是 非常非常的难得 几乎好像中了彩票一样 真的是非常的 当小刚一接到电话 你可以过来买这一支表的时候 小刚真的是 放下手头上所有的工作 立刻就拿去把这一支表带回家 非常的开心 立刻就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说到全套 真正的全套期的话 那小伙伴们一定要收好这个收据 因为哪怕是你10年 20年之后呢 你这一支表呢 如果比起一些是没有收据的话 你的价值会来得更好 而且更有这个收藏的 这个我们说收藏性 收藏的这个价值 这个收据你一定要收好 那再来呢 更新一下 还有什么一些分别呢 除了盒子之外 就是这个啦 小刚个人非常喜欢的 那我们等一下再看 那之后还有一个呢 它就是还有两本 第二本手册就是 这个Wordwide Service Guarantee Manual 就是一个保养的一些 使用的一个手册 在那边一些资讯 它是有两本绿色的一个手册 那再来呢 就是有这个小刚个人非常喜欢 跟之前都没有太大的分别的 还是一样 这个绿色的这个皮套 下方这边就有金色的logo 这个也是小刚个人非常喜欢的 那里面就附着一个全新 2020年下半年之后 更新了这个全新的保卡 那这个保卡 你可以称它为金边卡 因为小刚你看 我们给大家看到吗 它边缘这边 完全是包金的 哇 当小刚拿了之后 一拿上手 小刚真的是觉得 哇 瞬间升了几个档次 因为之前的 它要写名字 而且做的是比较普通 那这个它就有烟熏的效果 你会看到它是闪闪发亮的 而且这个中间的部分 这个logo是反光金色的 下方也是金色的 哇 真的是非常的 这个 做的是非常的优 非常的漂亮 那部分呢 很多人在意的 每次买表 要写名字 那大家不用去担心 现在基本上后面就没有写名字 28号11月 大家看到吗 全新 小刚刚刚火辣 非常火热 新鲜出炉 拿到手 就跟大家分享 那这边它就只是写了 这个214 270 39mm 这个劳力士的探疫 Explorer这个款式 就没有了 就是非常的简单 做的改了非常的简阅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全新的保卡 这样子 晶变的保卡 这个保卡也是小刚 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 这个更新 基本上 它的一些配件 就是这样子 非常的简单 没有多余的配件 而且就是让你觉得 一种非常耐看 永远都不会看闷的 不会看腻的 那再来呢 它就有 那之前小刚买过的 一些这个劳力士 做过的影片 它是没有给到 那个白色的这个 这个标签 所以因为这个标签 它是有这个 表的这个训练号的 所以这也是蛮独一无二的 所以如果有的话 是最好 可以收好 这个白色的标签 那这个它 质感是非常的好 它不是纸 它是 它是塑胶硬的 这个硬的材质 那再来就是这个 那这个也是 你看到这个青色的呢 就是这个 劳力士 是五年的这个保家 warranty 5 years 就是五年的这个保库了 那这个青色的 就是它证明 它是这个 大家看到吗 这个它有写 superlative certified 就是说每天是加减 不超过两秒 这样子 就是说它根据 劳力士自家的 这个精准度 是非常的厉害 这样子 那这个标签呢 基本上在民间 也是有放的 就是说假的那种 所以大家如果买二手的话 还是稍微要注意一下 那下面的部分呢 你看到就没有了 所以这一支就是表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支表 那表的部分呢 大概有什么分别呢 基本上其实它跟16年的那些 我们先来查一下 这个是2016年之后的一些分别 所以它基本上都 这个是说我们称它为第二代 因为214270 其实它有好几个 就是说分了第一代跟第二代 那第一代呢 就是小刚之前都有开箱过的 这个369的部分 都是用了这个白金 那这个369 如果你看到它是有夜光的 这个就是2016年之后所更新的 就是完全整个面盘 都是有这个蓝色的 这个劳力是Chroma Light的 这个夜光的 所以你看到它的这个分别 还有就是它的时针 也是做的比第一代 来的比较长 就我们所谓的 Mk1跟Mk2的一些分别 这样子了 但是都是一样 214270 也是一样 39mm 都是一样 规格都是一样 这个39mm 比较我到比较我 大概也只在这个 47 48mm左右 所以非常完美的一个规格 小刚个人认为 而且厚度只有11mm左右 所以这个 这样子的这种运动型的 这种款式 就是Sport的这种 非常适合作为一个 这个日用的这种 百大的一个款式 因为它的这个面盘 非常的简单 没有日期的 整个面盘你就是看得 非常的平衡 有那个美感 也有那个平衡感 非常的balance 非常的美 在这边 都是 基本上还有一个 大家非常关注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再说到这边 小刚来揭晓一下 那小伙伴 这个时候就会问 你是怎么样 非常的幸运 可以买的 那小刚其实 给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说 建议大家 如果你想买一些 就是比较运动型的款式 再专柜 以这个定价 就不是说 炒价的话 那小刚其实会比较建议 你就是说 可以先买的一些 就是说 这个 Dajus Dajus就是说 一些日资 或是稍微没有太 炒得太高的一些款式 就是可能 你先入手一些 Dajus 或是一些别的款式 这样子 你不一定要说 你要买了10支 或是20支 哪怕你只是买一支 那他 这个专柜呢 看到你有那个 不是说 因为要去买来炒 不是说拿去卖 其实专柜 他们是有看的 其实他有 你是有那个诚意的话 其实他还是会 安排 其实会让给你这样子 他不是说 因为这种 实在是太火 太多人要了 如果你只是 单单进去这一边 直接进去这个专柜 劳力士 Rollex的这个boutique 你进到去就说 有没有这个 这个水轨 submarine 有没有这个Air King 有没有这个Milgoth 或是有没有这个 怎么说 Explorer 基本上 你去100间 100间都会跟你说 没有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小刚 就是 怎么说呢 真实的一个经验 所以如果你想买到 这一种类型 以这个定价 买到的话 不要说吵架的话 你可以试试先入手一些 可能 普通的款式 那基本上 接下来你可能第二支 或第三支 你就很容易 他就会 拨电话跟你说 谁谁谁 先生你已经可以 就是可以买到 这一种 这个运动型的款式 Explorer 这样子 那Explorer 碳1 我们简称为 因为他是碳险价 1号 其实没有1号的 因为他有 碳2 Explorer 2 那基本上 这个民间 就称他为碳1 这样子 因为Explorer 对不对 所以他195多年 到现在2020年 这个面盘的设计 还是一样 369 这样子 非常的经典 也是出于经典 最火红 最火热的 一款 其中一款的 运动 一个运动型的 这种 Sport Model 我们说 39mm 白色的面盘 今天就是小刚 想跟大家分享 一点点个人的一些经验 售价 它的一些更新 还有一些更新之外 大家也知道 因为换上了 这个2020年 全新32系列的基星之后 你会看到 它这个 怎么说呢 下方有一些款式 有一些款式 它下方这边 6点钟 这个Swissmate的中间 它是有一个皇冠的 那这个就没有 因为它还是同个型号 基星也是一样 它都没有做 就没有把基星 换成了新型32系列的基星 还是一样 所以那个 它是在面盘这边 都一样 没有做任何的更改 所以这个 但是这个 表扣的部分 还是一样 和水轨 还是有区别的 大家要分清楚 那因为这个表扣的部分 它是可以做延伸的 比起这个 Oyster Perpetra 旧款的是没有的 横式 横动横式的是没有的 那现在新的 2020年的 豪式横动 Oyster Perpetra 也已经备有了 这个功能 就这个 你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看到吗 这边 那其实它是不能 水轨那样子做延伸的 你只需要这样 如果你带的比较累的话 你想带的比较松 你这边其实只要 往外扒的话 往外拉的话 这边是可以比较松的 那它不像水轨 可以延伸 可以随意的延伸 所以这个表扣的部分 就做的比较短 那水轨呢 它是做的比较长 所以这边还是有分别的 如果你要带的比较舒服 我个人觉得这一个会比较适合 因为它这个表扣的部分呢 做的比较短 那水轨就稍微比较长 这样子 厚度也是一样 非常的精美 非常的漂亮 我来查一下 好 这一支 214270 哇 这个全新的 小刚真的那时候一拿到 迫不及待 立刻 真的是 就做了一个影片 跟大家分享 非常的开心 因为真的很难得 基本上 真的是好像 还难得过中彩票 也是像旋路式龙头 这个100米的这些防水 防水通通都有 这个 这个Sport Model也是一样 你会看到它这个 石针 都是用的 这个有 冰字 这个奔驰的 这个石针 这一边 Mercedes Hens 这一些 也是一样 非常的漂亮 这一款 非常的经典 非常的耐看 这个就是今天小刚 想跟大家分享的 这一款探疫 所以如果喜欢的小伙伴们 小刚已经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刚个人的经验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到这个 劳力士的专柜 去看一下一些 你喜欢的款式 那我们下期见 我是小刚 拜拜